阿龙是他们在说 什么是总统跟你说的 2012大选中天最在地 中天最靠近 请了一下 暂时大声喊出来 选举巴士兔转白 11月15号起 每周一到周五 天天大力 走会走 再过58天就要投票了 马总统被这个最近出版的周刊报导说 9月10号当天 他密会了嘉义地方赌盘的组头陈寅柱 民进党警咬说不但密会呢 其中还有三亿元的政治现金 对此国民党秘书长廖辽椅 今天下午呢 拿出了马总统当天从早到晚的行程 是从高雄到嘉义一个接着一个 中间没有任何的时间 可以安插所谓的秘密行程 在今天廖辽椅反呛 指控者一派胡言 大行同影片看出今年9月10号 马总统一整天的行程 国民党秘书长廖辽椅 亲上火线成亲 总统与祖头密会说 根本是自虚乌有 从上午6点5分到晚上7点5分的行程 已经全部公开 已遭公信 这绝对没有办法作假 所谓的会面过程 更是一派胡言 完全荒谬 一向好脾气的廖辽椅也难得动气 马总统被指控 9月10号当天密会成营柱 而总统府的行程是 早上6点05分先到高雄美农 9点半到了嘉义 开始马不停蹄 有农田水利大会 学者座谈 以及扩大过本汇报 紧接着 傍晚还有千人的单车绕嘉义 一结束就搭机返北 七个行程超紧凑 看起来确实没有安插密会的时间 除了庙会活动 或者政治造势群众活动 因为不晓得谁在场 我没有办法包伤八坏之外 失智的小换回的见面 绝无绝无 马英九居然还要跟赌盘大亨 募三亿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 民进党经咬马总统密会主头 收受现金三亿元 却没有拿出证据 究竟真相为何 国民党秀出详细行程 反驳这场密会指控 今天新闻刘家伟 小上瘾 台北采访不到